大家好,我是Prisisla 今天带着一对有一个一岁孩子的年轻印度夫妇 寻找在北约克Youngfinch区域的公寓 小朋友刚刚学步 所以这对父亲他们也希望公寓的面积稍微大一点 但预算只有60万 那待会我们一起进去看看这条公寓的情况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公寓里面的情况 这是一个700多尺的公寓 进门的右手边是一个公用的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有浴室的,有淋浴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他的厨房 厨房还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的空间 橱柜的颜色跟地板也很一致 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左边这边是有他的这个衣橱和叠层放置的洗衣机 干衣机 听不大也不小 我们这个朝向是东 对面的是什么呢 对面的是Finch这个地铁站的那个 passenger pickup就是接人的那个站 所以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楼层只有三楼很担心 央街上的这个车流会有很大的声响 但其实我们对着是Finch地铁站的这个停车场 所以问题不大 这边有一个阳台 面积应该可能有个四五平方米吧 这是厅的情况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一个厅和厨房的结合 然后我们看现在看到的是次卧 次卧的面积也还不错 大概可能有一个十亿二平方米的样子吧 有一个很大的镜面的衣橱 这儿不是镜面 只是漆成了白色 房间也是朝东 然后另一个卧室 主卧室在厅的对面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 这样两间睡房的人呢 可以互相不干扰 主人房的面积大概也有个十二三平米吧 外面对着的是不出式的这个阳台 然后有一个通道的位置 然后这边呢 是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衣橱 然后这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还是很新的 这栋楼的楼龄只有七年 我们最后看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啊 街景 前面看着横的这一条呢 就是刚好有巴士通过的呢 就是央街 就是那个多伦多的这个中轴线 央街 前面正对着的呢 是那个Finch Finch地铁站的这个 接人的这个站 然后右边这一片 就是Finch的其中的一个停车场 所以这个不会有什么车流的困扰 今天的房产就看到这里 如果您有您喜欢的社区 价格区间和房产内型 欢迎您告诉我 我非常乐意为您实体待看 或远程拍摄视频 下次续屏再见 拜拜 拜拜